像這個呢 是目前新上市的產品 就是叫做松露 這是干貝 有人在家嗎 有人的話 給我一個聲音 我是顏麗菲 那現在是一名餐飲的品牌公關 那平常的話我還是會 有在接一些其他餐飲品牌的一些外告 那同時我也是一名布洛克 那其實我還有在繼續寫歌 從事創作 那只要有時間的話呢 我還是會從事上演 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喜歡同時間做什麼事情 可是命運好奇怪 就是常常會在同時間尬給我很多人的人物 我是45歲就出來工作了 然後第一份工作就是餐飲業 端盤子 食盤子 洗碗 然後跟著廚師 老闆旁邊跑來跑去 因為需要一些錢 然後所以我就是有到 應該是3C賣場 開始打工 然後同時我也在做那個世貿 當時世貿的展會的那個工作人員 所以在我念書的時間 我就已經開始了同時間做三份工作的 這樣子的生活 那一直到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爸爸那時候剛過世 我那時候每天哭慘的囉 我覺得我的肩膀還沒有長好 我爸就走了 然後我要去扛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很徬徨的 然後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好 那時候我沒有辦法養得起我的家人 我有媽媽要過 所以那時候我就把我打工的錢 就存了一筆錢 加上就貸款幹嘛的 所以我就開始去開了一家店 我以為這樣子應該 我的人生應該就順遂了吧 就想說好好當個老闆娘 然後賣個我喜歡的東西 然後生活很自由自在 然後但是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命運這麼多船這樣子 因為開店開到一半 發現了一些家裡的事情 然後身體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覺得那我把店關一關好了 然後直到有一天 去朋友的生日回 然後去唱了一首投閉式的KLK 然後我就被聽到了 然後就有人問我說 欸你要不要簽約啊 我想說靠好小吧怎麼可能 但是那時候我很怕 其實我不覺得那個時候的狀態 會是人家會喜歡的 會被牽進去的心 所以我想說好吧 那也許這公司沒有騙我 我就開始 踏入了寫歌這件事情 母親社會它的原曲是瘋子 瘋子的歌詞其實都是我媽媽 那我媽媽就是一個思覺 應該說知覺失調症就是 她常常會反射出來她的病種 像裡面有說那個愛恨貪嗔痴 我從小到大跟她的關係並不是很好 我只是覺得媽啊每天好煩喔 然後為什麼每天把自己關在那邊 然後為什麼就每天睡睡唸 還會對空氣笑啊幹嘛幹嘛的 每天都這樣吵架喔 然後這樣吵大概二十年了吧 一直到我搬出去 那個時候我要回來處理 是我爸故事 他就每天都會打電話給我 弄了兩三百通 我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那時候就諮詢過很多人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把它送去專業的地方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是 吵這件事情吵完之後掛完電話 結果又要交歌了 所以我就不自覺就把這首寫出來 後來時辰大海了一段時間 然後你也知道我們華語的市場 其實都很保守 沒有人敢用我這個人的作品 直到有一天就是那個天后 她自己她可能聽到了 然後她就有稍訊息來 說她要用 我一開始也覺得她騙我 到她真的出來的時候大概有快 一年多快 一年半應該用 你說從你創作完丟出去 那應該兩年 我後來看了一下 她的那個 阿密克2的專輯 那其實她不是講那種 小情小愛的東西 她講的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東西 算是概念 所以其實我不應該去執著於 這首歌只是說我媽媽 而是說這首歌是小小的母愛 要放大成大大的母戲 有推了一把 我覺得至少有完成夢想 好的 在這邊為各位公佈 第27屆金曲獎的最佳年度歌曲獎項 入圍的包括了 不要放棄舒米恩工作室 母戲社會阿密特2 百代唱片股份有限公司 我沒有工作 沒有通告 發完片的也一樣都沒有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找工作 然後那時候還在很低潮 我就每天只會問金工是怎麼辦 你要拿我怎麼辦 有一天金工我說 那你回去找工作好了 但是你不可以去做寫字的工作 意思就是說不可以回媒體 不能做心理消息的話 那我就問阿 那我可以幹嘛 他們就說 你可以做打掃終點阿 你知道這句話有多麼侮辱人嗎 不過我覺得我好守好角色 我可以寫字或是不寫字 而是我覺得它是 已經有人踩到了我的人格 所以那一刻起 我才決定我去找工作 可是找工作想了很久 也不知道去哪裡你知道 其實那時候我也想過 我要回媒體圈 然後不知道 也直覺告訴我說不可以 對 然後所以我就是在等了一下的同時 我剛好碰到現在這間公司 然後那時候的行銷警員 就有跟我講說 他們有去過我嗎 因為他們家事多 然後就跟我說要不要去 因為主要是美乃滋辦出來的 跟黑醋地辦出來的 味道會不一樣 因為賣的東西不同嘛 以前當藝人賣的是一個人 是自己 現在就是賣的是產品 是吃的 可是你唯一一樣在做的事情 就是個人的品牌 都是在做你自己 都是在做我自己 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七八點的時候 我就已經在看新聞了 然後我大概九點十點的時候 我就已經把我整片的 schedule要做的東西 都已經RAID好了 只要是有關於公關宣傳者 這方面的工作內容 我全部都會在十一點之前 全部做完 嗨 這個是我們最新一期的 新產品的新聞稿 在 晚上的時候 我其實也是有 有自己的一個安排 就比如說 晚上如果沒有飯局 我就會在 我就會回家 寫自己的部落歌 或者是說 有哪一家採訪的 我就會自己去安排 所以禮拜六日的話 我基本上會留給自己 練習寫歌跟練歌的時間 我因為覺得累 而且會休息 這首生病的時候 但其他時間是 都是滿滿的 我覺得說 不能活在自己的品牌裡面 一定要走出去跟別人接觸 然後就是一直要覺得在學東西 心胸要寬闊 就是任何東西 你都要想辦法接手 對 接納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啦 一定會很忙啊 可是 嗯 停下來的話 就會生鏽啊 最高的價值是在於 經營我自己 可是地表上 最強的鞋幹公關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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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